索尼 Xperia 1 Mark 5 三星 S23 Ultra 也该轮到这两台手机对比了吧 而且他们在全球范围内还真算是个竞争对手 那么今天就来看看它俩的对比怎么样 正式对比前先是鼓励摄影环节 我会用手机去瞎拍一些照片 拍得不好抛穿隐喻 希望你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面的照片不用问是哪台手机拍的 因为是台手机就能拍 关键是你得参与到摄影中来才行 欢迎收看ZPH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 因为这样对我们独立发展非常有帮助 那下面就来看看他俩在影像方面的对比呗 这两台手机是老选手了 之前已经介绍过几期节目了 后摄焦端配置已经列在这里了 就不多追溯了 这次的对比啊 在主摄 框度 还有夜景三个环节呢 咱们还要看看他们的弱格式的表现 索尼这台手机在Basic档位下是不能拍摄弱格式的 那必须进入摄影大师界面 比如说Auto档啊P档啊M档啊 这些档位下才能拍摄弱格式 哦对了也不能开启自动HDR 在摄影大师界面就是现在的P档S档M档 可以快速的调节节点曝光 可以调节快门的速度 可以调节ISO 还有连拍速度等啊 还有对焦方式 这些选项呢 也许可以让你的照片拍出来更好看 但是呢 就是不能改变镜头的光缺素质 以及解析力等 三星拍摄弱格式 建议就用他自己的Export Raw这个软件 那这个软件呢 也有很多参数可以手动调节 但还是那句话啊 在我们的对比中 所有可以轻易更改的东西 我们都不看中 我们看中的是不可更改的 镜组的光缺质量 以及解析力等 下面就正式进入两台手机的对比了 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对比 主摄的参数都列这了 我们就不一一念了 下面咱们看实拍对比 从颜色上说 还有些接近对吧 那中心解析力方面 从光缺上说 两边的分辨率是差不多的 但是索尼的锐化更重 三星更柔和 镜组的光缺质量方面 两台主摄都可以说是优秀那类的 下一个场景就是弱格式的对比了 现在看了就是弱格式直出的表现 索尼那边呢 是明显没有三星好看的 不过没有关系啊 弱格式可以调一下 调节的方式也比较简单 先点一下自动啊 基本就可以了 那不管用什么软件 调节弱格式 都有这个自动按钮 现在左边就是索尼调整之后的弱格式 现在两边呢 看起来都挺正常 不过预告一下啊 后面到了框度环节 可是有怎么都调不回来的弱格式的 咱们到时候再说 这回中心解析力方面 还是啊 光缺上说 两边是差不多的 但是锐化 索尼这回是 一点锐化都没有了 跟锐就没有关系了 都已经开始往肉偏了 这回就显出三星的锐化来了 哦对了 不用等到框度环节 就有已经调不回来的弱格式了 三星呢 是有5000万像素弱格式的 这个弱格式的空容度是极差的 你怎么调也调不回来 但是解析力啊 确实是强于索尼的 那如果你用S23 Ultra 在这种大光比的环境下 千万不用5000万像素的弱格式拍摄啊 现在又回到了直出 三星呢 是有2亿像素的JPG拍摄选项的 索尼那边呢 就是1200万像素 在解析力方面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再说超广角镜头 参数都列这了 主要的区别是三星这边的超广角是支持微距的 而且视角呢 相对于索尼来说更广 从视频上看 颜色的差距是有的 仔细看呢 索尼这边稍微偏蓝一些 视角差距如图所示 三星的更广 那中心解析力方面仔细看啊 是索尼的更高 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 三星的视角是更广的 但是两颗超广角的边角画质把控水平呢 却差不多 那理论上呢 三星的稍微好一点 再看一组超广角的对比 颜色方面我认为两边都是非常好看的 中心解析力啊 仔细看 依然是索尼的解析力更高 那另一边的边角画质呢 这回是三星的更强 那三星的视角更广 它的边角画质把控却更好啊 这点难得 可惜就是中心解析力没索尼好 微距拍摄 索尼是没有专门拍摄微距好的镜头的 用主摄的2V数目变焦拍呢 还能看 三星呢 用超广角配的微距解析力是最高的 从视频上看呢 放大比更高的呢 就是三星 而且放大看的话 注意看焦点啊 解析力也是三星的更高 再说中长焦镜头啊 索尼这台手机的中长焦镜头 是一颗真正的光学变焦镜头 从3.5倍到5.2倍 那么它实际上呢 是没有真正中焦的 因为3.5倍 毕竟可以算是长焦镜头了 那么真正的长焦镜头这块呢 三星是一颗10倍的光学定焦镜头 而索尼呢 还是那颗光学变焦镜头 就是3.5倍的5.2倍 那么它的最远的光学焦段呢 就是5.2倍咯 对比照片 咱们先从2倍焦段开始看 两台手机的2倍 都是主持的数码变焦 而且成像呢 也可以说是不相伯仲啊 都不咋地 那三星呢 最近会有一个更新 也不知道看到这期节目的时候 它更没更新 据说会提升2倍焦段的成像质量 现在是索尼3.5倍 三星3倍 都是光学焦段的对比 在解析力方面呢 三星稍微强一些 尤其是高光部分 现在是索尼5.2倍 三星也是差不多5.2倍吧 但是三星这边是数码变焦啊 索尼那边是光学镜头 解析力方面 索尼的更好 10倍焦段是没有悬念的啊 索尼是数码变焦 三星是光学镜头 解析力的差别呢 还是挺大的 再看前摄对比 两台手机的前摄拍摄人像呢 我感觉啊 无论是从人物的肤色 环境的颜色 还是人像的精致程度 都是三星的更强 前摄录像上看 两边的防抖跟清晰度都是不错的 但是从观感上看 我感觉还是三星那边 更精致一些啊 索尼那边环境的影响 对它好像比较大一些 再看人像拍摄 索尼是没有专门的人像模式的 它只能用散景功能来拍摄人像 那么之前已经介绍过了 三星这边呢 更就是人像模式中的默认设置 没有调其他参数 从视拍样片上看呢 我感觉还是三星的更好看一些 索尼那边呢 有些寡淡 再看阔亮度的对比 那这回就不是直出阔亮度了 因为这回有弱格式的介绍 那先看第一个场景 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 两台手机的表现都不错啊 亮部细节暗部细节都没问题 那这个场景的难度比前面的大啊 主摄的表现 索尼这边高光部分没有三星的好看 但是暗部细节呈现呢比三星的强 超广角也是如此 风格呢开始出现了区别 场景的难度继续加大 那这个场景 亮部细节呈现 索尼明显就没有三星的好了 差别还是挺大的 那咱们看看 索尼的弱格式能不能把这种情况救回来 打开之后 发现这弱格式的高光曝光更惨啊 和自己Basic模式拍摄的JPG对比的话 差距也是蛮大的 那咱们看看它能不能救回来啊 反正经过一番操作之后啊 无论是交给程序自动来处理 还是手动去处理 高光部分的残缺呢 是怎么也跳不回来了 那是因为这边的数据已经完全损失掉了 它的数据只有这么多 你怎么可能救回来呢 那经过一番调整呢 调整后的弱格式肯定会比弱格式直出要强 但是跟自己Basic模式直出的JPG比啊 还是不行 再看一眼JPG直出的超光角表现吧 索尼这边依然是不如三星 再说夜景模式啊 先看第一个场景 索尼这边P档S档M档等的直出效果确实有点差啊 所以就用Basic档的自动夜景吧 主摄的表现亮部细节暗部细节两边表现的差不多 那么弱格式这个场景它们的表现怎么样呢 那先看索尼 打开弱格式之后发现亮部细节都是过曝的 那么无论是点自动呢 还是再继续微调 这个亮部细节呈现一直都是有问题的 那三星这边的弱格式表现就理想一些了 首先默认状态下它的亮部细节呈现就是不错的 这个时候你还可以通过微调 继续调整亮部细节以及暗部细节的呈现 总体来说呢 弱格式的表现三星是要强于索尼的 同样的JPG直出的对比 超广角的表现也是三星的更强 再换一个场景先看主摄 现在还是JPG直出啊 从效果上看呢 依然是三星的表现更好一些 那这个场景索尼的弱格式表现会怎么样呢 打开弱格式之后发现亮部还是过曝的 而且无论怎么调整啊 亮部细节都是有问题的 现在是三星的弱格式表现 打开之后呢 如果不调整亮部细节也是过曝的 但是点击自动之后 再进行稍微的调整 就能发现亮部细节的还原 还是很不错的 那这点呢跟索尼是有明显区别的 那同样的这个场景 超广角的JPG直出也是三星的更优秀 再稍微看一眼中长焦的夜景表现吧 现在是三倍段的表现啊 可以看到两边的效果都还不错 但是亮部细节呈现呢 还是三星的更好一些 那五倍段的表现也是如此啊 亮部细节呈现也是三星的好 其他的地方呢 两边做的都比较不错 下面看积暗环境的表现啊 鲁蚂小巷就非常的暗了 索尼那边呢是没有夜景模式的呢 还只能靠自动夜景 在解析力方面啊 尤其是细节呈现上 跟三星差的还是比较多的 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 三星的更好 那节省器长所的差距当然就更大了 细节呈现 那索尼肯定是没法跟三星比的 同样的超广角也没有悬念啊 三星的好 那你们想知道 索尼的这个场景下 弱格式的表现怎么样吗 就是这样啊 不用调了吧 那三星这个场景 主摄的弱格式表现 也不怎么样啊 也是相当凄惨的 根本比不了直出的JPG 视频录制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 如果你用微信等社交软件录制的话 也就是这个效果了 现在是主摄白天的表现啊 防抖还有清晰度两边都不错 但是索尼这边高光的框度是有问题的 那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 那如果你用视频大师录制呢 确实也是这样 前面已经提到过了 那电视大师呢 你得横着录 竖着录的话 太不像话了 现在是二倍录像的表现 颜色的区别还是有的 这解析力清晰度啊 还是三星的更好 现在索尼3.5倍 三星是三倍 都是光学焦段了 防抖呢 索尼稍微差一些 清一度也是三星的更好 但是三星锐化稍微重一些 现在是五倍端的录像表现 索尼那边是光学镜头 三星是数码变焦 但是解析力还是三星的更好 最后一个焦段 肯定是十倍的对比了 那解析力肯定是三星的更强啊 当时外面热得我直心慌啊 但是没想到三星还是很稳的 现在是夜晚主摄录像的表现 索尼那边的归影还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暗部细节呈现 也是三星的更好 这回超广角的表现 可以说是半斤八两了 现在是夜晚中长焦录像的表现 索尼是3.5倍 三星是3倍 无论是防抖啊 还是清晰度 就是细节呈现吧 总之都是三星的更强 同样呢 5倍的录像表现也没有悬念啊 无论是防抖还是解析力 细节呈现都是三星的更好 工业设计方面 两台手机都可以算是硬朗的 但是索尼这边呢 看起来小巧一些 而且边角呢 也更圆润 其实工业设计啊 都是个人的喜好 你们更喜欢哪台手机的造型呢 哦对了 又差点忘了说了 三星呢 还有一根笔 这根笔呢 可以抽出来 随时写写画画的 也是不错的 而索尼度的实体快门按键 体验也是非常不错的 细屏状态下 可以快速的调出拍摄界面 在拍摄界面中呢 也有丰富的调节选项 总之呢 这台手机在拍摄的体验方面 给我的感觉也是非常棒的 而我个人对它的评价呢 也是非常高的 总之在拍摄体验方面 这台手机还是独树一致的 好了 该到了总结的时间了 下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 这两台手机 在影像方面的表现 在最近几期 索尼的节目的留言里啊 总有人说 索尼的手机是专业设备 用它来拍摄的时候 应该用专业模式 手动模式什么的 不过令我高兴的是 更多的网友都看出来了 那这些人呢 根本就不会买索尼的手机 真买的人啊 买来也就是当个手机用 之前我们的节目 就已经展现过 手机的专业模式 或者说弱格式的表现了 它不是今天计算摄影时代 直出GPG的对手 那就算有稍微比 直出GPG强的手机弱格式 那调整起来 折腾起来 还不够飞得进的呢 手机就得方便 怎么方便 怎么用就完了 那回到这次索尼 Xperia 1 Mark 5 和三星S23 Ultra的对比上来 那结果呢 显而易见 索尼呢 还差点意思 OK到结尾了 看完上半内容 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 为您提供了一些帮助 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加关注 支持我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